在除夕我們有篩檢的一個物流中心 有員工確診 因此昨天初一有擴大篩檢 大概500多位 也有新增的確診個案 現在正有醫療團隊在進行匡列跟隔離的工作 我想物流中心對民生物資 對企業營運都很重要 我們也請各物流中心要落實分艙分流 不過我想新增的個案的感染源都是可確定的 我們正在進行新增個案感染源的家庭跟其他主機的調查 雖然現在是春節連假 不過病毒是沒有假期的 消毒工作也不能停 桃園社區採檢站春節期間持續運作 昨天跟今天中立區中正公園採檢站 以及桃園區中路運動公園 都開放一般民眾來採檢 也能看到有很多人是一大早就到現場來排隊等待 市長鄭文燦呼籲 如果有必要民眾都可以來採檢